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自有文明以來 人類就懂得利用騙術去有捕獵物 文明越進步 伴隨意來各式各樣的謊言 弄虛造假的伎倆推陳出身 百花齊放 時至今日 煙幕 隱性催眠 誤導性的包裝 已經將造假的草藝推向極致 究竟 這個世界 什麼才是真呢 在這裡 我們跟大家揭開 《不能說的真相》 《消失的蜜蜂》 《消失的蜜蜂》 為什麼會說蜜蜂這件事呢 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或未必聽過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的話 如果蜜蜂消失的話 人類四年之後就會死亡 我對這句說話 是有保留的 因為這個未必經過證實 是出自愛因斯坦後的 他們曾經出過一本書 有人是否薄 是來自愛因斯坦的 但是我想說回 蜜蜂 為什麼消失會對人類的生死傳亡 那麼大影響呢 所以我今天就想在這裡說回 近年來蜜蜂消失的問題 還沒說蜜蜂消失之前 今天我介紹我另一位的節目主持嘉賓 Chris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中原好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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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比較孤虎寧丁一點 只有我一個暫時會做節目主持 浩西和Queenie今天比較忙 亦是來不了的 好了 蜜蜂對Chris來說 你覺得蜜蜂給你什麼感覺 危險 因為被針過真的是豬頭 是什麼時候的事 因為我通常在外面做事 因為我做一些鑽探或淡礦的事 通常是荒山野嶺 在那些沙漠地區 有時天氣或溫度正確的時候 會有蜜蜂群出現 我曾經試過出事 通常人們說蜜蜂是要搞他才會搞你 但我發覺有些蜜蜂不是的 你不搞他他也會搞你 你是否轉入了他的領空範圍 我相信是 你有沒有附近小便 沒有 因為蜜蜂的氣味也很敏感 所以那次是針了多少時間 或者是我有些時日沒有洗澡 你的看法吸引了他 那次針了哪裏 一劑一劑 因為針完頭之後 我不知道是不是蜜蜂敏感 然後就腫了豬頭 那最後怎樣處理 沒得處理 要等 當地我們有些手冊 急救手冊的手冊 因為我們荒山野嶺的地區 如果最近醫院都要駕駛兩個多小時才到 他的手冊就說 如果你沒有太大的傷害 其實是不要動人在等 是等他散 我收到的訊息或者指示就是這樣 蜜蜂除了給你的感覺是危險之外 蜜蜂還給你了什麼感覺 沒有 我覺得他很害怕 有沒有喝過蜜糖 有 蜂膠呢 吃過 也吃過 但興趣不大 我不太喜歡那種味道 但通常人們說很有營養 這個我不敢肯定 據你所知蜜蜂除了針你之外 可以製造蜜蜂膠之外 蜜蜂你覺得這個動物或者昆蟲 對人類有什麼貢獻 我小時候學過傳播花粉 傳播花粉 傳播花粉 蜜蜂應該是 沒錯 他幫忙傳播花粉 還有 我相信他對這個農作物是有需要的 未講蜜蜂消失之前 我先介紹蜜蜂是什麼 蜜蜂也是昆蟲的一種 剛才Chris說了 蜜蜂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除了製造蜜蜂膠之外 其中就是 它的瘦粉的功能是最大的 原來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人類賴以為生 千多種的農作物裏面 有差不多超過1000種 是需要透過蜜蜂 去做傳播 蜜蜂最主要作用 就是 在不同的花裏面 採集一些蜂蜜 採集一些花粉 然後帶回去蜂巢 位置他們裏面的蜂 但是 如果沒有蜜蜂的出現 花粉的傳播 就會受到影響 慢著 如果你這樣說 的時候 是不是在說野生的植物 才會受到影響 因為現在我們很多的農作物 或者有商業價值的農作物 或者我們賴以為生的蔬菜 很多時候都是農場耕種出來 在這個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的壽種 或者是它的繁殖 植物的繁殖 其實是我們人為控制 其實沒有蜜蜂的幫助 行不行 在這個情況 我看回數據調查 蜜蜂授粉的比率 佔昆蟲 八成以上 就是說 傳播花粉 不單是蜜蜂 所擔任這個任務 蜂蜂會做 以及其他昆蟲會做 但是因為蜜蜂的功能 或者是它的數量 是比較多 所以在農產品 授粉方面 佔的比率 特別是人為有價值的農產品 是差不多佔了七至八成以上 其實它在傳播花粉的功能裏 其他蜜蜂的比例裏 是佔多數的 對 它不是唯一可以幫忙傳播花粉 但是它佔的比重是七至八成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根據美國農業部的報告 他說 蜜蜂為美國每年所產生的經濟效益 是超過五十億美金 澳洲有兩億 而我們中國是有十億美金 蛤 是啊 那麼誇張 是啊 所以其實每一年蜜蜂 因為投入了農產品 傳播花粉上 它產生生產力 將每一隻蜜蜂 轉換成為一個價值 它可以產生到差不多五十億美金 你這樣說蜜蜂是做義工的 現在說野生蜜蜂 要在蜜蜂養殖牆 其實這裏我所說的Figure是包括了所有的野生蜜蜂 包括人為培植的蜜蜂 這樣也不錯 如果野生蜜蜂就是來做義工 我們要多謝它 所以我們說蜜蜂為何如此重要 除了讓蜜蜂之外 原來蜜蜂做了很多東西 在幫助我們人類 有些人說如果蜜蜂消失了之後 起碼桌面上有三分之二的食物會消失 或者是要用一個很貴的價錢才能買到 別以為可能一棵菜 一個蘋果 或者其他的植物 只是透過蜜蜂傳播花粉 所以我們吃的很多動物 都需要透過一些植物的治療 原來很多時候的植物的治療 果實或者農產品 是需要蜜蜂的幫助才可以產生 很簡單 我們小時候學過的食物鏈 從植物上 有些可能是草食性的動物 它是一層一層的 如果沒有蜜蜂的幫助 食物鏈的基層 在植物上 受到破壞 那個數量就會減少了 從而影響到 甚至有些人轉吃肉 你知道現在 那些人都會受到影響 其實它不只是影響到 植物方面 或者是素食方面的人 包括在食物鏈高層的動物 也會受到影響 包括我們 整個生態 有些人做過這樣的實驗 蜜蜂傳播花粉的速度 以人類現在的科技 是沒有辦法比美的 原來 一隻公蜂 它一天可以飛超過 五千朵花 去採集花蜜 它也很忙 你想想 這件事真的很忙 五千 在蜜蜂那裏 裝了追蹤器 去檢查它 曾經去過的 接觸的花有多少 是五千 我只要叫Chris 去每一棟樓 走到門口 去一棟 你一天去到五千棟門口 你真的叫我死 所以 不要小看蜜蜂 原來它的生產力 或者是傳播花粉的力量 是以人類現在所有的科技 是沒有辦法比美的 如果 如你所說 如果我們用人類的方法 去取代蜜蜂傳播花粉的話 我們要付出的成本 是非常之高的 反而更貴了 我們的機會成本 或者我們的代價 是更加高的 因為現在 傳播花粉是一個很精細 以及很密集式 很工密集的 生產過程 但是因為蜜蜂的數目 數量很大 可以一次過做了很多 傳播花粉 沒錯 人多好凡事 我想如果是動用中國 十三億人口 只是做傳播花粉工作 可能已經佔了勞動力一大部份 所以如果我們是用人 去取代蜜蜂傳播花粉 計算是不判斷的 不判斷的 我們可以看到蜜蜂對我們人類的功效 是很高的 幸好我剛才這樣說 因為有些蜜蜂 你剛才的數字是包括 我們養殖的蜜蜂 以及野生的蜜蜂 如果野生的蜜蜂 我們不用理會 他們一直做義工 其實我們應該 好好珍惜他們 的確是 我再看一些資料 蜜蜂除了可以幫我們傳播花粉之外 原來我可以形容是軍事 有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我給一個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如果你自己暫時 幻想出來 蜜蜂怎樣可以跟軍事 產生關係 我再給一些提示 他是 做一個偵測的工作 最多是放追蹤器 讓他飛過敵方 不用了 幫我試探軍事 現在的蜜蜂科技已經可以製造 好像蜜蜓那麼大 甚至比蜜蜂更加勢 蜜蜜機械人 可以到處飛 為什麼要用蜜蜂呢 原來蜜蜂的作用 是用來偵測一些爆炸品 原來美國曾經在德州布魯克斯的空軍基地做了實驗 就是培養一些蜜蜂 嘗試透過它去偵測一些化學爆炸品 原來有些蜜蜂經過訓練 會對TNT那種烈性大陸的味道特別敏感 蜜蜂有得訓練 可以教導 蜜蜂是有智慧的 可以經過這個訓練 可以被訓練到 不知道這個真的沒聽過 他沒有教導蜜蜂對某一種DNT的炸藥 產生一種偵測的作用 他透過這個訓練之後 做了一連串的實驗 他發覺 無論將那些炸藥在哪個位置 或是在大自然 他都可以很成功地偵測到那些炸藥的收藏 即這個位置可以被他拿出來 他的比率是去到九成 好像偵測犬一樣 早前我看過新聞 有一宗不知哪個國家 跟不知哪家公司 賣了很多炸藥偵測器 每個國家的警察 在邊境的時候 每個人都拿著一支棍 數數數數 那些東西賣得很貴 後來發現原來是一宗笑話 那些其實是沒有用的 儀器 即是說 如果我們偵測爆炸藥 不需要去到那麼複雜的 大龍鳳的儀器 其實 自然界密封是可以幫到我們 他的情況就好像 在機場的緝毒犬一樣 現在就不是用來問那些 大馬 或者是K仔 用來問那些炸藥的味道 原來在1999年開始 美國國防部已經找了一些科學家 去訓練蜜蜂 去偵測爆炸品 以及協助做數雷的工作 你知道在二戰期間 很多不同的戰場 賣了很多地雷 在柬埔寨越南 很多人每年那些農夫 不種地雷 炸斷腳 炸死 原來每年的數雷所用的 開始是高達過百萬美金 因為要用一些專人 用一些金屬探測器 逐穿 以地毯式的方法去掃 但一來 成本高 效率低 二來是很花費人力物力 但如果用了蜜蜂之後 他就可以很快地偵測到 賣財在地下的地雷 這樣就很方便 對 而且我相信成本會低 因為很多人都是做義工 不收工 這個重要 又吃又拿 偵測完之後 他就去他的蜂巢 拿到蜜蜂 我看回一些戰前資料 他說在911恐怖之後的前一年 他們已經利用蜜蜂去偵測 可疑車輛裡面的爆炸品 以及在兩伊戰爭裡面 原來美國已經很純熟地用蜜蜂作為偵測炸彈的工具 我突然想到蜜蜂如果把蜜蜂放出去找到 可能是飛到那個爆炸品的位置 讓你知道 還有需要收回蜜蜂嗎 收回 蜜蜂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會刺人 如果你把蜜蜂放出去 他不回來亂刺就很大事 我沒有 你也是穿上保護衣 如果當他佈在那地方 證明那裡的地方有炸彈 有料到 你就去做檢查 再做檢查 我當初第一次看這個資料 我覺得很震撼 原來蜜蜂已經可以被人作為一個軍事用途 用來偵測一些爆炸品 甚至是蘇雷 原來蜜蜂不單單為我們供應蜜糖 風膠那麼簡單 原來在軍事農業上已經有很大的作用 我們可以看到 蜜蜂的功能是很多元化 除了應用在軍事農業方面 原來在健康方面 在醫療方面都有 有沒有想過 蜜糖 還有蜜糖的副產品 因為我都看到不少 那些保障雜誌的廣告 其實現在很流行 就是在蜜糖裏面 有些提取品 或者一些濃縮品 那裡提取出來 詳細我不記得 有很多技術的字眼 例如蜜糖裏面 蜜蜂的DNA 和斷氧和酸有關係的東西 對人體有益 我只看到有益這個字 然後我就看價錢 其實蜜蜂 蜜蜂在幾千年前 以前在埃及時代 已經被古人用 他用什麼呢 就是用在戰場上療傷 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原來以前的人打膠 砍油時 不是有些傷口 傷口容易受到感染 現在的人就會蠢 打雷固醇 打抗生素 但以前的人 是沒有這件事 怎樣令到傷口不受感染 或者減低鹽症 埃及人會用盧匯 塗傷口 現在也有 現在也有 暗瘡 以前的人 現在也是 會用蜜糖 去塗傷口 原來蜜糖有一個消炎和抗菌的成份 就是這麼簡單 不用搞那麼多 蜂膠症 蜜糖症 不用 本身蜜糖已經有這個功能 用純正的蜜糖直接塗傷口 就是純正的蜜糖 就產生一個好處的保護膜 和一個消炎的作用 所以以前的人 他有一些刀箱跌砌 他就會用這個蜜蜂塗在傷口 透過蜜蜂一層厚厚的蜂蜜 就可以 幫他消炎殺菌 減低了需要截肌的機會 是 即是家裡常備一瓶 純正的蜂蜜 我自己試過 就是讓鍋子 讓鍋子辣 辣到手指紅腫 除了找冰膚之外 其實我也有嘗試用一些蜜蜂塗在傷口上 不是用醬油浸的嗎 以前是哪位的阿姨和婆婆會教 但現在就不是 我就會用蜜蜂塗去塗 以你的看法 那次的經驗 你覺得止痛成效高不高 止痛成效感覺不到 但如果雪凍了蜜蜜糖 再塗上去 就會好一點 有冰震的作用 有冰震的作用 還有 我覺得 傷害是好得快了 還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有挑穿它 因為你挑穿了水泡 是很容易會發炎的 但是我塗了蜜蜜糖 然後那次就沒有 OK 客觀來看 我們也看到療效 所以蜜蜂是很厲害的 對人來說 幾千年到現在 我們都在利用蜜蜂 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是的 我們講完蜜蜂 對人類的價值之後 我再講蜜蜂的特性 或者生活習慣 好了 你以前小時候讀書 蜜蜂是分了 哪幾個階層 或者是多少個類 我真的不懂 我只知道 在一個蜂巢裡面 應該是有隻大的 那隻的蜂蜂 那隻是蜂蜂 蜂蜂蜂 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小的蜂蜂 就會圍繞著它 跟它應該是交配 生蛋 生那隻蜂蜂蜂蜂 其他很多是供蜂蜂蜂做 我最記得這件事 因為他們做到死為止 我知道他們 對 他們的群族特性就是這樣 負責生產的蜂蜂蜂 只有一隻 只是一個蜂蜂 對 挺厲害的 他是特別大隻的 好像萬千寵后在一身 對 零食肥的 很容易看到 零食大隻的那隻 所以那些人 會捉了那隻蜂蜂蜂 那些蜂蜂就會跟著一起走 而蜂蜂要吃東西 最主要都是透過工蜂 去採蜜 而拿蜜回來 你會做那隻蜂蜂蜂 對 但他要生 我們看到工蜂的最重要責任 除了採摘花蜜之外 第二就是保護蜂蜂 所以他們一有受到外物的騷擾 或者其他動物的騷擾 或者受到人類的騷擾 他們第一時間就會 起曬港 空群而出 去針人 這個我知道 因為有一次我家 無端端出現了蜂蜂 其實是這樣的 那次是在窗邊 無端端我看到 有大約一吋 向下垂的 類似 樹葉的東西 黏在那裡 我看到 有蜂蜂三四隻 就是圍著他 我留意了一兩天 第三天我醒覺 是有蜂蜂的竹茶 然後我就找 傳統智慧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就找煙燻 然後他真的追著我 幸好那次我可以逃脫 沒有受傷 就是這樣 蜂蜂特別是對煙有反應 所以我看看人們如何驅風 在下面燒柴 點香 阻礙報紙 將那些黑煙分上去 整個蜂蜂就會飛出來 我記得以前的老人家跟我說 如果你家屋附近有個蜂蜂 你唯有只可以用這個最原始的方法去趕走 其實我做得對的 不過其實是危險的 因為他真的會跟著煙的火源 他真的會追圍著你 等蜂蜂走到差不多 人們就開始用鏟鋪 撥破蜂蜂 然後這樣消滅蜂蜂 原來是很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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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頭以為是軟軟軟的 原來不是 好像石頭一樣 你想想 它是用一個蜂蜂式的設計 六角形 你知道在力學上六角形是成熟 零性硬正 零性硬正 它怎會容易被你撥破 對的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的蜂蜂都是在木箱裏面 即是人造的蜂蜂 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生產出來的 說到蜜蜂消失 你有沒有聽過這宗新聞 我聽過蜜蜂的數量是逐漸減少的 是一些網上的新聞 有些外國的訊息 就說現在的蜜蜂的減少程度 近一兩年突然急速了 我忘記了那個百分比 但這些是在歐洲和美國那裡都發現了 我所知其實在美國歐洲不單止有蜜蜂消失 而是全球性的 我再說一些數字 這個發生蜜蜂消失的情況 在德國 瑞士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中國 台灣 以至到北美的地方都有 蜜蜂消失 蜜蜂也是自然的昆蟲 牠一定會有新老病死 我們為什麼叫 蜜蜂大量死亡 而是叫消失 因為消失的話 你是找不到牠的屍 我們如何區分蜜蜂的數量減少 從牠的屍首去著手 原來通常蜜蜂一定會連遂 牠死後會在巢底部找到 又或者在巢附近的土地上找到 即牠死亡都會死亡自己的附近 正常來說 為什麼牠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原來蜜蜂跟人一樣 是很痴家的 未必的 現在有些人不屍家 有些人不屍家 有些人不屍家 但是我們知道蜜蜂 因為很多公蜂需要保護蜂口 所以牠要死都會死在巢底部 不會離開自己周圍的地方 還有因為蜜蜂需要照顧蜜蜂仔 所以牠們有群族的特性 牠們的家庭觀念和組織性很強 起碼牠們的家庭觀念比我們現代人是重的 沒錯 就算要死都要死回家 不是要死外出的 是的 我們看到 如果正常蜜蜂的死亡 我們會發現牠的屍體一定在蜂巢裏面 或者是蜂巢的附近 近這幾年科學家或者 研究蜜蜂的人 或者蜂龍 牠發現蜜蜂數量少了 但是找不到牠的屍體 這件事就很特別 通常蜜蜂 有些科學家研究過 如果牠發現自己身體感染到一些病毒 或者是已經有病的話 牠不會推回自己的蜂巢 牠會去其他地方死 即是說如果牠知道自己有病 可能牠的天生有一個特質 就是懶得傳染給自己的家人 寧願死遠一點 就不會死得那麼近 所以有時候 第一次科學家推斷 會不會是蜜蜂因為集體感染到一些病毒 然後 牠們飛來自己的蜂巢 去到其他地方消失了 但我們找不找到那些病死的蜜蜂 或者我們追不追查到這個病的源頭 我下一節就會跟著說 這個病毒的原因 來到哪裏 回來第二節的不能說的真相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說消失的蜜蜂 剛才Kris問到 蜜蜂的離去 或者消失 會不會和疾病有關 我先說蜜蜂的生老病死是一個週期的 蜜蜂告訴我 通常蜜蜂的死亡 發生的時段 主要是冬季和早春的那段時間 原來蜜蜂每一年都有一定的死亡比率 大約是兩成 即是說在一斗蜂裡面 假設有1萬隻 每一年平均都有2000隻 所有蜜蜂就會離開 這個數目就是正常的 正常的 如果蜜蜂的數量是超過兩成 死亡的話 這可能是出現異常 可能是跟天氣轉變 或者疾病有關 但是這次蜜蜂消失 不能用這個情況去衡量 因為第一 死亡或消失的個案超過兩成 第二就是 這些蜜蜂是找不到私售的 剛才你說的兩成是計一年 一年內如果少了兩成 這個是正常的 即是說現在在同一年的時間裏面 現在我們觀察得到 蜜蜂的數量是少了兩成 但之前在第一節你也提及過 如果蜜蜂死亡的時候 我們用 或者數牠的屍體的辦法 其實是可以數到的 數到牠的消失的量 但這次 這個大規模的消失 或者比二十會生更多的數量 就說牠死亡不是死在家 問題就是 如果牠是疾病的時候 你提及一下 如果疾病的時候 牠就會死遠一點 但其實現在 那些 研究蜜蜂的專家 有沒有找到 其實牠們是不是真的染了一些疾病 而死遠了 因為如果我們在其他地方 撿到屍體 就會知道 原來蜜蜂跟人一樣 有一個活動範圍 我不記得數據是多少 大約是十公里範圍之內 即牠不能飛得太遠 沒錯 所以蜜蜂 如果牠就算是因為年老 或者疾病而離世 通常都會在牠的活動範圍 找到牠的屍首 牠不會像貴候鳥 從西伯利亞飛到澳洲 所以蜜蜂 牠也是一個 區域性生活的 其實蜜蜂的體積比較小 這麼小的體積能量也有限 對 牠的續航能力比較低 明白 所以科學家已經一想到 如果蜜蜂是因為天氣過冷過熱 或者疾病 細菌感染 我應該在蜂巢十公里的範圍以內 可以找到大部分 或是全部的蜜蜂的屍首 這是有理由的 是找不到的 原來在上世紀 即是九十年代開始 原來 古巴的時候已經開始發現 蜜蜂的數量 急速下跌 近幾年 在美國西岸 農業的國家 發現 消失的蜜蜂是超過六成 六成 即是一萬隻裡面超過六千隻 離開了 多過一半是很嚴重的 所以這是史無前例的恐怖 我找到一個養蜂龍 來自美國 他在佛羅里達州養蜂 他本身有一個私人的蜂場 養了差不多過千萬隻的蜂 他發現幾個星期之內 沒有了三分之二的蜜蜂 找不到的屍體 還有他發現那些蜂房 是空空如也 地上也沒有屍體 其實數目比我們20% 自然消失更加多 因為剛才說了幾個星期 但我們正常的損失 應該一年才說兩成 但幾個星期內沒有了六成 我相信這次損失慘重 還有我們要留意 我剛才說過蜂死亡的高峰期 通常在冬季 和早春 因為那段時間天氣寒冷 食物不是那麼多 如果是那段時間 需要多一點的食物 沒有食物自然會死亡 所以如果是那段時間 是死蜂 我也是正常的 但是現在蜂的消失 就不是這樣 我再說一個例子 一個中國養蜂學理事會長 張復興說 在北京地區 在07年7月的時份 出現這樣的情況 7月 7月是夏天 他發現整個蜂牆裏 損失了超過1萬箱蜜蜂的數量 是1萬箱 那裏說是超過億萬隻蜜蜂 一次過不見了 超過一億隻蜜蜂 是否這個案件是一樣 找不到屍體 找不到屍體 而且不是發生在冬天 或者是春天 會不會被人腦劫了 Abduction 因為奇怪 如果是一些物理界存在的東西 人死了就找回屍體 如果你講了那麼多的蜂蜂 雖然蜂蜂小 但數量大的時候 其實體積亦相對比較大 你不會說不見就不見 其實這件事很難 其實現在的科學家都在拆解 為何蜜蜂是消失 但找不到屍體 但他們做出一個很壞的打算 他們推算 如果這個情況仍然持續 蜜蜂去到2035年 可能會是絕種 或者是再找不到他們 2035年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 如果這個預言成真 我和你都會看到 過了2012年才說 好 我們再說蜜蜂消失的原因 我開始從不同的角度 說回消失的問題 首先說回第一件事 從我們現在的耕種方法有關 現在很多時候所有的農產品 都是加農藥 有傳說 蜜蜂其中一個消失的原因 就是人類現在很多的農作物 在大前 灑了很多的農藥 令蜜蜂在彩花蜜的期間 不小心把農藥帶進去封炒 而令到他們相繼中毒而死 就像蟑螂屋一樣 一隻蟑螂 去了蟑螂屋 吃了蟑螂藥 回到蟑螂巢後 交叉感染 全部死了 即是我們用農藥的時候 其實在植物上放了一些蟑螂屋 這次中招的不是蟑螂 中招的是蜜蜂 他們就因為這個原因 懷疑是死亡 我自己這樣研究 但有個問題 如果這樣死的時候 你是說由生到死 是有一條絲的 如果你帶回家 在家裡死 那屍首都會在家裡找到 你不會說現在 真的突然消失 是的 我的想法也是跟你一樣 美國那邊研究 的確蜜蜂是因為接觸了一些農藥而死亡 他們是找到一些屍體 而那些蜜蜂的屍體是有中毒的情況出現 但是比例是 不太多的 所以人們已經是否定了 因為蜜蜂集體中農藥的毒而死 所以我們已經排除了 因為 農藥是 令蜜蜂消失的主要原因 說到這裏 其實我們要亮眼點 蜜蜂我們現在發現的不是蜜蜂死亡 是蜜蜂突然消失 第二個方向 亦是和現在人類變態的農耕科技有關 就是基因種子 基因種子在美國曼山都這間公司 最出名 它是統領全球大約超過九成以上的基因種子 原來每一種的蜜蜂都有特定的基因排序 而蜜蜂也會 吃不同的花粉 原來這些花粉已經是 來自一些基因改造的植物 而導致他們 跟某一種原先吃的食物 不適應 即是你現在 說的前提或假設 或者現象就是 基因改造食物 會影響蜜蜂 沒錯 你吃吃的那種植物 我就不是太熟基因改造的東西 但我們會否有可能 原先那種花粉對蜜蜂是有益的 但經過基因改造之後 可能它的結構 或者是裡面的含量 對蜜蜂來說 是會產生一個有害的情況出現 在我個人立場來看 我覺得這個假設是有它的可信性在這裏 因為基因改造食物有了不是太多年 只是短短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我們投放了很多資源 想去研究基因改造食物對人的影響 但其實未聽過基因改造食物的研究 放在食物鏈上 對每一層在參與食物鏈的其他動植物的影響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你覺得這次會有一個提示嗎 我想再補充一點 除了基因食物之外 原來現在蜜蜂跟牛一樣 不是吃天然的治療 牛我們知道是吃草的 但現在的牛不是吃草的 我真的不太知道 牛是吃粟米帶的 還有吃黃豆和混合穀物飼料帶的 現在蜜蜂也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蜂蜂為了催谷蜜蜂的生產力 令它減少一些疾病 它是用人工營養液去位置蜜蜂 原來人工營養液除了營養液外 原來包括了抗生素 為何會加抗生素 原來你知道在一個密集的環境生活 如果一隻蜜蜂感染 全蜜蜂巢的其他蜜蜂都會中央 目標或目的是想他的疾病不會有傳播 加這些抗生素在蜜蜂的食物裏 是為了提高他們的抗病能力 現在的蜜蜂也是這樣 蜜蜂也是這樣 蜜蜂也加了蜜蜂藥 或者鋁蜀唇 養雞也是 現在人類也是 瘋到再用這個模式 加在一些蜜蜂的食物裏 而干擾了他們體內的荷爾蒙分泌 以至到他們的生產 所以也有人懷疑 會不會是因為人類用了這些抗生素 或者是非天然成份的營養給他們吃了之後 導致他們死亡 這裏沒有數據 但我也相信 如果是用一些非人工 甚至是有化學成份的治療 為蜜蜂 對他們的壽命 或者是他們的繁殖 我相信一定會有影響 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說死亡 始終都要找到一條絲 我很覺得這件事 但你剛剛說的那件事 是不是純粹影響到他的繁殖率 而令蜜蜂的數目減少 導致它消失的原因 這樣導致它消失 不是抗生素令牠死亡 而是令牠生不到 這裏真的要小心 第四個原因是 跟蜜蜂的工作過路有關 我們有疲勞綜合症 原來蜜蜂也有 即是做生做死 好像我們人 人一樣 朝九晚十一才收工 蜜蜂也是一樣的 朝八晚十一 不是朝九 他們用一個 疲勞綜合症去解釋 蜜蜂其中一個消失的原因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蜜蜂 就像僱傭兵 或者像外勞 在川州過省傳播花蜜 蜂蜂就會將蜜蜂 一卡一卡 運上大卡車 然後 車到沒有蜜蜂那麼遠 或者是另一個州份 然後就放在那裏 租借幾個月 藉著在那段時間 給他們傳播花蜜 到那種植物 那一層繁殖的季節過了之後 再車走 再去另一個州份 再為其他植物 這是一個蜜蜂的出租服務 給花籠去幫他們傳播花蜜 沒錯 而這個市場一直在運作 還超過差不多 過億美元的 生產價值 即是每一年的生產工程 是的 現在的蜜蜂就像 融工 由菲律賓去香港 或者印尼去香港 然後再去其他地方工作 原來是因為這樣 科學家解釋 他們有可能是因為 不適應氣候的轉變 工作過勞 或者是 今天就採白花蜜 後天就採蘋果蜜 再後天就採牽樓花� 而導致他們腸懷不食 水肚不復 這樣的情況 而導致他們 有這個 不適應天氣 不適應這個 這個也要歸過於無量雇主 沒錯 不是當他人 這樣看 用完之後 又再送他 去別的路易 別說蜜蜂 其實人也存在 現在也是這樣 做 所以他們就說 有可能 蜜蜂在過程中 因為他們不想 再去一些不適合的環境 他就飛到其他地方 不再回到蜂巢 即發脾氣 沒錯 劈炮不攪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也遇不少 這些是真的 接著再說下一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也有 而且是有科學家做過實驗的 就是 跟電磁波有關 是 我問Chris 你知不知道蜜蜂的導航系統 是怎樣運作 或者是甚麼原理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看回資料 蜜蜂其實也是藉著地球的磁場 還有 他也有一個良好的視力 藉著這兩個系統 去幫助自己 去分辨自己的方位 以及為自己去導航 即是說他本身是對地球的本底磁場 是有反應的 沒錯 他是探測得到的 是的 那些人就說了 現在的蜜蜂消失了那麼多 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 就跟我們大量使用手機有關 是的 你知道 在全球各地 無論是來自 人造衛星 或者是那些手機的發射站 那些 無線電波是周圍走的 而蜜蜂生存的空間 或者是郊野 亦都可能受到 這些 手提電話的發射站 或者是這些 無線電波影響 而導致他們的導航系統失靈 找不到自己 要回的風潮 因為出去之後 他是靠這些導航系統 去回回自己的風潮 那些人做過一個這樣的實驗 去了解過 原來那些蜜蜂 當他受到電磁波干擾的情況之下 他們就好像 萬中中 在空中 亂繞圈 即是喪失了方向感 喪失了方向感 有時候可能就是 原本他的生活圈子的範圍 就是10公里之內 他怎知道 超越了他的生活範圍 而去了一個更加遠的地方 一來不適路 當失落 明顯這個 二來就是因為 他要再回回自己的風潮 可能是要找一大輪 體力枯竭而死 之前也說過 他的續航力比較低 飛飛也就會 所以有很多人相信 會不會是因為手機的電磁波 出現 導致他們的死亡 你覺得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自己看 我只是50%50% 這個資訊 我剛剛現在才聽到 因為在我的經驗裏 手提電話電視波 的範圍 其實有限 原因就是 現在我們 如果我們生活在城市 就會覺得 手提電話是到處都收到的 其實有些比較大一點的國家 即是一些 福原比較廣闊的國家 手提電話是到處都收不到的 即是收不到是正常的 收到是幸運的 其實主要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說 蜜蜂是居住在城市 會受到電磁波干擾的影響是大 我相信 我同意 但我也會這樣看 蜜蜂應該生活在 跟人 比較距離有一段距離的地方 而那些地方 通常手提電話收不到 我不反對 就是那個實驗 電磁波會影響到蜜蜂 因為如果蜜蜂本身 跟市場有反應 或者探測到的時候 它是會容易 容易受到電磁波干擾 如果那裡有電磁波 但是如果那裡沒有電磁波 應該不太關事 我覺得是這樣 但是交易 你知道現在的手機 是有些 陪國內用人造衛星 去轉駁他們的訊號 那些是 Z phone 那些是 衛星電話 其實衛星電話 的訊號 不是那麼強 不是那麼強 對 其實 存在 如果真的蜜蜂消失 如果蜜蜂消失 跟電磁波有關 我覺得跟 整個地球的 本底市場 是有關係的 這個情況是比較嚴重的 因為本身地球磁場 我們知道它是周期性地改變的 就算我們現在的南北磁極 其實每年都有一個角度的轉變 平均是一年就兩度 道嶺兩度的地方 那些地方是比較嚴重的 一年可以偏差五度 這是一個常數 偏遠東之後 會偏遠西 就是每一個地方 盤古賽已經存在 如果我們本身的導航系統 是依賴地球本身的南北磁極 這個方向 我們人用的GPS 是每年要修正的 蜜蜂 我相信它天生是一個修正系統 如果它用這個時候 假如它習慣了當地的磁場改變 它也要適應這個 但是奈何最近 我們地球的南北磁場 的倒吊 那個速率是增加了 現在好像一年就差不多是64公里 更加多 現在已經過了80 最近的2010年 應該是南極 現在的南極 池南 正在衝向紐西蘭 其實應該是南極 如果越北的蜜蜂 因為導航系統失靈 而出現這樣的情況 應該是更加厲害的 應該這樣說 因為磁場的 方向改變的率 比以往 我們也有歷史紀錄 因為我們從1590年開始有紀錄 那個速率現在是快了很多 可能蜜蜂的適應 就是跟不上地球磁場改變的速率 所以就算他每年做自己的修正 也修正不了那麼大的距離 我剛才說了電磁波 接著現在最新的解說 為什麼蜜蜂會集體消失呢 他就用了一個 特別的詞 就叫做蜂群衰竭失調 簡稱叫CCD 這麼複雜的 我先說這件事是什麼 原來歸因於 這個失調是跟一種 病毒或者細菌包子有關 台灣大學 一個昆蟲系的教授 叫做 海光 他從事蜜蜂研究35年 他說現在這些蜜蜂集體消失 很可能就跟蜜蜂 界裏面出現一些 病毒和細菌有關 這一種的病毒 就會令到 他們的蜜蜂 就會受到感染 然後 他們就會死 剛才說過 他們死就不會死在自己的蜂巢 為了不感染 他們會死在野外 而 何教授曾經追查過這個病毒 他發現原來在一些蜂巢裡 找到這些病毒 在裡面 初步懷疑 現在蜜蜂集體消失 找不到這條絲 很可能是因為 他好像 感染了一場集體的蜜蜂病毒 而令到他們 數量集體下降 但如果這樣說回的時候 其實找到這條絲 現在就是找不到這條絲 這才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到現在我也覺得 很詭異的事件 為什麼這樣說 如果你是病毒 他是病死的 病死始終有條絲 你本身是存在著的 蜜蜂 你存在過的 突然不見了 如果歸咎於病死的時候 數目那麼多 我覺得 怎麼也有機會找得到 如果這樣也找不到 其實我也是詭異 很容易 更容易的答案也有 你相信蜜蜂也是一個 有靈性 或者有意識的生命體 如果我們去到這種角度 我覺得萬蜜也有意識 這件事不出奇 不出奇 我近期搜集一些 關於蜜蜂消失的資料 給我在YouTube網站看到 一個通靈者 她是一位 西方的女士 白人 短髮 金頭髮 大致上我不長篇類 還要這樣說 他們作為蜜蜂 來到這個世界 一直是為人類服務 但是近期人類 他們已經 不得醒覺 破壞地球 以及 不珍惜 蜜蜂 他們 這個生命 只是當他們 一個奴隸 一代一代 壓榨 免費為人類提供糧食 以及支援這個生態系統 他們覺得人類現在 這樣破壞地球 不愛惜這個地球 他們已經是受救了 所以他們會用盡一切的方法 離開這個世界 去到一個 人類找不到的地方 他還警告人類 你們現在這個地球 已經是 進入一個毀滅的狀態 面臨崩崩 如果你們再不在這段時間 醒覺的話 你們所有的事情都會終止 到時候 你們不要回來哭訴 OK 是的 我自己本身對通靈這件事 會有所保留 我就不是說 蜜蜂消失會不會 就像這位通靈人士所說 蜜蜂為了 對人類進行反撲 離開了人類 而消失了這個世界 但我覺得 最重要是帶出一個訊息 的而且確 現在人類在做很多的事 是傷害 不單是蜜蜂 是傷害大自然 剛才說到農藥 基因種子 含有激素的 食物 治療 電磁波 這些全部都是人類搞出來的 是傷害著這個環境 是傷害著我們的自然生態 還有我們過份 肯復淋木 污染地下水 做了很多年 是的 亦都是破壞很多動植物的生存空間 令到他們 不斷不斷下降 甚至是滅絕 無論剛才你所說的那段訊息 它來自什麼源頭也好 但我覺得內容 是值得深思 和斟酌 這個訊息其實我覺得很正面 提醒我們人類 破壞我們的居住環境 不是影響我們自己 甚至是其他的生物界 我們很難去界定 或者是把一個原因歸咎 蜜蜂消失 不可以說因為 某個原因就是蜜蜂消失 但如果當我們 剛才我們所說的可能性 全部加在一起 例如電磁波 食物 盧液蜜蜂 細菌感染 以至到手機 當所有原因加在一起 蜜蜂消失 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他們的生存環境 不斷地受到壓榨 無論他們的健康 繁殖 他們的體質 以至到他們居住的環境 已經去到一個 很危險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最不道德的 就是盧液蜜蜂 因為人已經在說這件事 人要控制其他 現在控制你的下屬 你的伙計已經是朝九晚十一 你現在橫跨人類的界別 去到動物界 你也要這樣奴役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很可憐 我自己看 的確是很恐怖 我想藉著這裏 跟網友分享 我們現在人類在做的事 不單止在破壞這個環境 現在是在破壞我們的將來 甚至在影響我們下一代 這件事是令到我們的生存空間 不斷減少 因為我們整個大自然是一體性的 不會因為人類在其他物種 就不會受到影響 正如Chris所說 我們整個生態是一個食物鏈 一層一層的 當蜜蜂中間這個層 斷了或消失的話 花粉全部是斷了 植物的繁衍會少了 可能因為 沒有蜜蜂這種受粉的昆蟲 而令到某些植物消失 植物的消失 導致其他動物的棲息地又減少了 我們的農產品又可能受到影響 我們沒有食物 沒有食物去餵豬九牛羊 我們跟著又沒有食物 所以 如果當單一個環節斷了 我們可能 忽略了它對人類的影響性 可以是很深遠的 其實那個自己毀滅的動作是嚴重人類的 所以我們很感謝蜜蜂為人類真的做了很多 你看看他每一年 為了美國可以產生50億的農產品效果 這個厲害 你想想多厲害 等於一間500強的大企業 他們一年的業績 已經是 如果全球超過650億的生產重值 650億 你可以做一個軍火商 所以到最後 雖然我們今集 找不到真正解釋 蜜蜂消失的原因 但是 有一件事我們可以做的 首先 我們想想我們自己人類 現在所做的事 是否真的值得我們這麼驕傲 我們怎樣可以和大戰 以至其他物種和平共處 這件事不是為了保護蜜蜂 而是保護我們自己 這件事就留給大家 真是慢慢去想 好了 節目到